紐西蘭最美的風景就是 紐西蘭最美的風景就是踩在你腳下的土地 在紐西蘭的動物都是放牧的 在紐西蘭的動物都是放牧的 動物都看起來非常開心 那你可以看到牛羊豬鹿馬 你可以看到牛羊豬還可以看到小鹿跟寫 你可以看到牛羊豬鹿馬 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的雞 在紐西蘭你永遠可以看到整片的草地 而且都是小小短短的小草 不管是山上啊或者是平地 這些短短小小 不管是山上或者是平地 你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這些 不管是在山上或者是平地 你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是 不管是在山上或者是平地 不管是在山上或者是平地 你都可以看到短短的小草 真的是非常可愛 紐西蘭的地形 紐西蘭的地形真的是 紐西蘭的地形真的是非常豐富 紐西蘭的地形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我覺得最特別就是它的冰河地形 紐西蘭的地形變化真的是非常非常豐富 那我覺得最有特色應該就是它的冰 紐西蘭地形變化真的是非常豐富 紐西蘭的地形 紐西蘭的地形真的是非常豐富 紐西蘭的地形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我覺得最有特色就是它的冰河地形 但是冰河正在快速融化當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親眼看到這種壯闊的冰河 其他的地形我是覺得沒 其他的地形我是覺得好像沒什麼啦 因為台灣的地形真的也非常非常豐富 台灣自己就已經很美了 我一直覺得台 我一直覺得紐西蘭好像是放大的台灣 我一直覺得紐西蘭好像是放大版本的台灣 在紐西蘭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 在紐西蘭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 可能就是跟台灣的城市 紐西蘭的湖 紐西蘭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是走不晚的 紐西蘭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 那是走不完的那一種 紐西蘭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走不完的那一種 湖水都非常非常的清澈 湖水都非常清澈 湖水都非常清澈加上藍天的反射 每一個湖都會感到讚歎 每一個湖都會感到讚歎 每一個湖都會讓你感到讚歎 每一個湖都會感到讚歎 你看到每一個壺都會感到讚嘆 你看到每一個壺都會感到讚嘆 看嘆